二胖 起起 前到下 想吃十杯 一起攻 昆安大吉公 前座下 我們前臨 還有各位展壇師 一直在我們 各位全弦大德 大家早安 早安 讓我們感謝天文淑定 周四位同主 我們孫尊孫母 兩位老代人的代文代德 以及我們好老前年的五代彼身 我們陳前人的德則 以及我們前人 跟各位展壇師 保身在乎 讓我們讓我們 今天有這個機會 可以站在這個講台 來赫世 那麼呢 佛學呢 他要講的是 因為今天 這一堂課 不是好學 要赫世 本來是好學要赫世 是我們永恆民政要赫世 那麼呢 你那邊各位呢 神講師啊 就是他剛跟我們分享的那個講師啊 他就打電話給我們佛學 他給我們佛學說 祖靖啊 這各位 那 職業業 那大學 台語 那有農林任 進黨禮台六人 啊 來跟我們說 各位前選 啊 這個長長跟我們說 我們會怎麼跟他講 好齁 讚啦 好齁 那一陣子想說 唉 要答應啊 不是 不答應啊 不是人家說 你幫還是幫不出來 阿雀的幫還是正正這樣 口齁 那在想 爲什麼 因為要他答應 就想想 帝嘛 這種的額 要說台語 讓家這個台語齁 嗚哩漫漫裕做你 你知道嗎 著翻譜你在你看靜靜啦 要說 不然也是 怕說 我們在這 enable 可以取啊 我們能詆呵 Mhm 在學時當中 我們不可以說不 好像不可以 說不就對不起天恩施德 所以 學校也是硬著頭皮說好 當然 硬著好下去之後 你們知道 學校長 各位開始就沒了一個 很大很大的酒頭到今天 要在這裡放了 所以學校今天 學到一個學校的心 大家來做一個切磋奪魔 學校有跟我們說到故意 沒關係啦 完障學校 因為我們是家人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 天堂爛 我們就是一堆火 所以學校也是還在學校 有當下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說到 不太好 或是你們聽不好 沒關係 你們在現空 要聽 比較厭聽的 學校雖然很難 但是怎麼也可以報告在那裡啦 所以學校今天 要來講的這一堂課 這課 就是要說 正心 收心 這個心跟這個心啦 那麼呢 我們剛才 講師也跟我們說嘛 我們今天在說這個大學 前面也說大學 我們要學什麼 學一個大啦 對不對 學一個大 因為大力度 是我們主心 那麼這可以說 就是聖人之學問嗎 我們今天就是大學生 我們也是在學聖人的這條路 我們要走這條路 我們要走這條路 我們要走這條公民的路徑 那麼各位前選 這條路要怎麼走 這條路要怎麼走 我們剛才 政府 聖人 很自備的 他怎麼自備 他怕我們喔 他雖然離開我們幾六千年 他怕我們不知道要怎麼走 所以呢 他的老下分離 勁電 就是要讓我們有一個方法 有一個目標 是不是這樣呢 所以我們今天來這裡 就是要照著聖人生父這個方法 這個目標 來去什麼 來去進行 走到飛行的路 所以咧 蘭吉仙姆也跟我們講了 我們今天說要學這個學問 這個大學 學 就是要學到學到精髓啦 精髓啦 我們問的 文心無愧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 部分學問 就是要深究到我們的學問 要回合我們的名 成就我們的德性 深究我們的基金 回合我們的德 所以我們今天學學這個大學 就是要回合我們的名字 這個基辛啦 會讓我們本來真面目啦 那麼呢 上一堂 神講師一直把我們生意說到淋漓盡致啦 說到非常地讓我們說 哇 很貼切 那麼他跟我們說這個四成意 各位前選 各位老菩薩 你們今天來聽這個班 你們才有遇到生意來啦 有遇到 應該沒有人會說沒有啦 那就是我們的名人啦 說叫我來日班啦 啊 我就沒有來喔 不好意思啦 然後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什麼 都是老菩薩 都是聽班 受到很多人 所以呢 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誠意 持足啦 失足啦 所以呢 我們今天 行 行 行就是怎樣 行假 靈嘛 行就是要讓我們的靈庚 規服到我們的公民啊 是不是 所以呢 我們今天呢 要來學的就是這個 正心修身啦 那麼你這正前呢 我們因為這本文就是我們今天 學校要跟我們大家來分享的喔 所以我們大家喔 對學校念一遍 應該是你們念一遍讓學校聽了喔 好是沒關係 念什麼什麼 念不好喔 你們把學校叫正啦 所以你們要全身聽喔 看學校有念錯喔 來本文 所謂修身在正義心講 所謂修身在正義心講 心悠蘇困體 即不得意情 心悠蘇困體 即不得意情 悠蘇空腹 即不得意情 悠蘇困體 即不得意情 悠蘇困體 即不得意情 約余蘇困體 即不得意情 心不得意情 心不得意 失利不得意 失利不得意 失利不求 聽力不問 失利不得意的 心不再授 失利不得意氣力 這群眾是我們父母今天要討釋的 今天進入到前沿 候選有感覺我們這個靜心、收心 可以說八條目今天我們為格物自知 寄無弟弟生意收心到世家獨國兵天下 所謂前沿這就是我們儒家在實現我們內生外王的一個根本的方法 所以我們有感覺每一個條目都沒有離開到我們主心 所以我們有感覺每一個公主在說的 都沒有離開到我們自己 也都沒有離開到我們的心 天經萬電是不是都沒有離開到你的主心 是不是這樣所以都一直在說我們的心 那麼我們今天說靜心 其實要怎麼靜心 我們要定、我們要正 我們要正定 我們今天說在學自得、在明明定 在明德、在清靈、在寄宣 要怎麼寄於寄宣 那麼寄於寄宣 子於至善 再來呢 知子而後能定 是不是這樣 他自己說的第一步 你就要先定 你沒有定 你的心就不會領 對 唐主公主告訴我 心也不會領 對 我們要怎麼說我們要清靜 我們要怎麼清靜無為呢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想要靜心 收心 我們要定靜 而後怎樣 客氣 所以我們今天起床 也是一樣在收心 也是在收心 學校在說這個心 有時候台語真的跟我們一樣 所以修心也是在修身 心也是在修身 所以各位前面 我們這個辛苦有重要嗎 有耶 有重要耶 是不是這樣 因為如果我們今天沒有這個辛苦 我們今天說要收什麼 我們有可能叫一隻娘 告訴我 你說你愛好啊 收下 哪有可能 不可能 我們如果踏到這 一人 畜生的那個辛苦 我們要怎麼收拾 所以我們想我們今天 可以得到這個人生 人生怎麼 難得 我們可以得到這辛苦 是我們累生 收過十歲 我們今天才可以得到這個人生 所以我們今天不知道怎麼 一世俗成千古人 我們怎麼 利用我們今天可以得到這個 蘇生 和這個人生 我們怎麼 照價收支 所以我們今天來聽這個台語 照到這個文理 照到這個議員 要怎麼 化成我們的心境 要把他化成我們的心境 把我們在前面路上 作為導生的一個 點關 一個發覺 所以說 因此我們知道說 我們這個心 就是最後的根本 也是我們建得的 什麼 基礎 所以我們今天要怎麼 好好保護我們的心 是不是要保護我們這辛苦 但是 我們今天說 要保護這辛苦 老主說 謀反初心 謀愛初心 謀反初心 那麼 我要保護他 那不是讓他吃 讓他睡 讓他清 這樣而已 不是喔 做人 一定有做人的意義 跟他的宿命 跟他的心靈 我們都知道 我們今天休息 是不是都知道 我們每一個人來到林世間 都有一個意義的存在 來 所以咧 我們今天就是要怎麼 就是要把這個意義 發揮到 我們怎麼 在林世間來創造 我們這四人的公開 所以咧 我們要怎麼 可以好好來 盡己之性 盡己之性 盡林盡末 可以跟天地 合而為一 合而為一 所以咧 我們今天 盡禮掉這個文文 開始 所以 修心在 盡己心 老師也都跟我們說 老師經常跟我們說 徒兒啊 蘇里啊 修心 修得 修心 伴得 修心 有這樣跟我們說嗎 這句話是沒有 聽到人家說 聽到 聽到 很久很久 聽到幾十年 但是 老師跟我們說 修得修心 伴得修心 這樣 我們才有跟他 聽到你心裡面 我們才有用在你心裡面 在那裡 在那裡 為其我們的 內心外翁 我們才有用你的心 所以咧 我們今天 為什麼跟我們說 修得要重來現在 我們的心 如果今天 我們的心 沒辦法 如何 調和好 那麼咧 我們今天 什麼都不用說 我們今天 在這個時尊 我們今天 如果沒有好好 伴 或這個 我們沒有把心 發揮到公明 這樣我們 所作所為 人家說的 無心 太困難了 在看水 都不用說 都不用說 了 我們今天